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进一步深化改革 必须坚定信心凝聚共识 统筹谋划 下一步还要有顶层设计 要有路线图 要有时间表 贪大秉持的扩张 都是一个个特大城市 继续特大 大城市转而特大 小城镇变成大城市 乐此不疲 最后就变成难以为继的 不可克服的城市病 我们抓作风界的最真道理 就是希望各级干部 能够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 言以修身 言以用权 言以律集 谋事要实 创业要实 做人要实 我这个人是有农村情节的 1969年1月份插队 老百姓帮助我 他们的话有什么吃的呢 我送一点 谁送我一碗酸菜 今天生活又改善了 现在我看到贫困地区的老百姓 我确实是发自内心的 同情他们 我们作为共产党人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放在心上 真正的为他们办实事 否则我们的良知在哪里 我觉得我们的各级 所以领导 我们的公务员队伍 就要有这种开荒标 开荒标 它不仅是能负重 吃苦耐劳 能耕填 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奉献 就是鲁迅先生讲 吃的是草 挤出来的是奶 均地 协调 共同 治病之道 治病的对话就是要有军兵先生 军兵先生 这几年我一直到一些贫困地区去 我要看的就是真正能够代表贫困的 这种贫困地区 你们这个各级 当然也护不了我 我就是从贫困地区出来的 什么样子我都知道 我们始终把坚持九二共识 作为同台湾当局和各政党 开展交往的基础和条件 核心是认同大陆和台湾 同属一个中国 只要做到这一点 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 从大陆交往都不存在障碍 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 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需要两岸同胞携起手来 同心感 走到这个十八栋的时候呢 我就发出这样的感触 说这个要精准 否则就是手榴弹炸跳走 不解决问题 看起来热热叨叨 你没有点到穴位上 我们要求领导干部同民营企业家 打交道要守住笔线 这种交往应该是君子之交 亲行政商关系 概括起来说呢 我看就是亲 亲 两个字 对领导干部而言 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 同民营企业结束交往 所谓亲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 要清白 纯洁 不能有贪心 私心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